嗨 各位 我是金川一 動漫界一向有一個非常響亮的名號 叫ACG四大渣男 就算不認識裡面每一個人 也至少知道成哥在裡面吧 欸對 這個四大渣男最早最早是出自中國 用來形容Gail Game裡面的四位非常討人厭的主角 這個說法已經流傳了起碼15年了吧 現在很多新的漫迷至於這四大渣男 可能都只有聽過有這樣一個東西存在 對裡面那些人幾乎都不太熟悉的 今天這一集就帶大家來認識這傳奇的四大渣男 到底是不是真渣還是有什麼不可抗戀的原因 然後結尾我會做一個有趣的小活動 排出我認為符合2023這個世代的四大渣男 OK 那超級感謝IGFollow多麻煩各位 然後背注這一集算是三年前我做的那些 最討厭的男主角的一個續集 上一集有提到的人我這邊就會選擇性跳過了 好 321我們開始 第一位伊藤城 這就講過了嘛 渣男界的7-11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我就不花太多時間在他身上了 但這裡我想分享一則秘心啊 就是在動畫版的結局 誠哥其實是沒有那個的 你們知道嗎 因為誠哥脖子上的那顆只不過是主攝影機而已 真正的頭在下 所以當他被咔嚓的時候也只是 完全沒差 完全沒差 好啦 不然第二位他就厲害了 是藤井東迷 白色相不一的男主角 為什麼說他厲害 是因為會將他封為四大渣男之首的人 意外是最多的 對 竟然壓過誠哥 故事的開頭 東迷就已經和女主角之一的身穿游起交往了 只不過因為尤其的偶像事業起飛 導致他和東迷能夠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 與此同時 東迷又開始走起了桃花運 有 水素奈奈 有 尤其的經紀人 一個蹦Q蹦的御姐 迷生等等等等 要論為什麼東迷會被算進這個四大渣男裡面有一點吊詭 因為會這樣90%是動畫害的 動畫版由於魔改的原作 主角會開始外跃 主因雖然跟遊戲一樣 是因為尤其的經紀人主動去誘惑他 要他不要妨礙尤其的事業 然後一個普通大學生小處男頂不住誘惑 百分之百是可以理解的嗎 然而動畫版做了蠻大程度的改編 把複數女角的故事給綁在了一起 一週目內跟全員同時曖昧 那自然紮度會成指數級飆升嗎 明明屢次落入經紀人的誘惑 學姐向你告白還大有臉直接親上去 直到如今在面對自己的女朋友 又給我親上去 三小 尤其是你看主角的這張臉 對這張臉 不管怎麼看就是覺得莫名的欠扁嗎 藤井東米今天可以說述為天下廣大的後宮軟男主角的人格缺陷做了一個總結 就是看似溫柔博愛主義 但其實只是不敢做出選擇 看似照顧人又心地善良 但很多時候壓閣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最後你會知道這個傢伙愛的從頭到尾就只有自己啊 你笑成哥死得早 成哥笑你日不了 各位看著這些渣男整天享福是不是很不爽 一肚子怨氣卻無從發現呢 沒關係 這邊要向各位分享你夜晚獨自快活的最佳伴侶 紅犀牛夜間玩具商城致力於豐富每一位紳士夜晚的享樂體驗 很感謝他們今天特別贊助我們這幾款商品啊 這邊就來簡潔有利的向各位傳達這每一個杯子他們各自生動的構造 首先要看到我們在地台灣人絕對很親切的一個主題 真奶妹 在線年輕女大生那緊實且刺激度十足的性格 只能說不愧是搖飲料專家 用這一款來搖絕對是天外飛仙的一趟冒險 第二下我們看到悲戒霸祖出白之星星友菜 這一款呢就是以喬本友菜為model打造出來的名牌貨了 你感受到了嗎 那個從外盒照片就撲鼻而來的高級電的香氣 宛如米開朗基羅般的細膩雕刻 零距離體驗宇宙的奧秘生命的誕生 但要是以上都還沒有辦法滿足你 那在此我們還有排球妹 旋風型的內部構造 嚇死人的攻擊戰術 跟亂流預情難以預測的刺激連段 就像是打...搭飛機時遇上亂流 以上四款都推薦各位紳士們 到紅犀牛的網站去閱讀詳細的描述 優惠連結和優惠碼會放在赤頂留言 紅犀牛天天出貨 業界最強一年保固 要是喜歡就不要猶豫立馬白個 帶回家我先預祝你們度過一個無上放鬆的夜晚 明海笑之來自你所期望的永遠這部遊戲 他這位應該是四大渣男裡面最不起眼的 他渣的地方其他人也都有 然後都比他還嚴重 明海他反正就又是周旋在兩個妹子中間 一個橘毛一個藍毛 高中時代的主角本來是跟橘毛兩情相悅 然後交往卻沒有講到 有一天橘毛竟然出車禍變成植物人了 他昏迷的期間對方父母圈主角還是向前看 於是後來明海就轉而跟藍毛也是橘毛的好閨蜜交往了 再來你猜怎樣橘毛竟然醒來了 他的記憶還停留在當初跟主角交往的時候 好吧我承認這塊我是真的想不出什麼特別的 是明海做的但東迷沒做的 像那個舉一個最基本好的 不要亂親人 是明海有做過這件事 可是東迷比他還要過分一百倍啊 座中一半的雌性都給東迷吸過了 就好像他是一盒N級磁鐵裡面唯一的S級一樣 然而明海笑之當下那個情況是真的 非常非常特定的一個不可抗力 因為橘毛他好不容易醒來哦 要是你突然直接開天窗說電話說 啊那個抱歉啊 在你昏迷的這段期間我劈腿了你要好閨蜜 你不怕他當下立馬再睡十年跟你看 所以哦 逢場作戲某種程度也是必要的 再說明海已經不離不棄 探望橘毛一整年了 探到連橘毛爸媽都勸他 哎呀你好好一個年輕人啊 不能就這樣斷送自己的大好前途 我不會說他完全沒錯 但是四大渣男就這點程度 我覺得是撐不起這個扁了的啦 好 最後這一位 土劍嶺來自Shuffle 這位就是四大渣男中最大的一個異類 因為你現在去網上搜一輪 找到的幾乎全部都是 為什麼土劍嶺是四大渣男 土劍嶺人很好吧等等的文章 難道這是一個超級冤大頭的情況嗎 看來是吼 我光速解釋一下Shuffle的世界觀 這是一個人魔神怪共同生活的世界啊 有一天主角班上來了神族還有魔族的公主 而主角要從兩個中選一個結婚 於是動畫前期呢 就是呈現一個神族vs魔族vs青梅竹馬 三分天下的局勢 結果主角最後一個都沒選跑去跟學姐在一起 網路對於土劍嶺的評價大多是說 這個人在後宮男主裡面 儘管還是有那些牙撒戲啊 優柔寡斷的通病 但是一旦決定了一個女生之後 她的行動算是很乾脆的 加上她跟青梅竹馬那邊超級黑身殘的回憶 呃就是那個 優馴染本來想把嶺給宰了 因為她一直以為是嶺害死了媽媽 結果沒想到嶺是為了保護她而說謊 你媽其實是為了你而死的 反倒是過程中還不小心拉了土劍嶺的父母陪葬 而這些土劍嶺全都忍下來了 還常年忍受又迅然的各種暗殺有沒有 哇當年的GOGAME劇情可真是刺激 到這邊你說土劍嶺是觀世音菩薩轉世都不為過 我甚至不用講其他妹子 光聽幼馴染線 我們就該把嶺從我們最新版的四大渣男中出名了啊 OK就四大渣男回顧完了 現在咱們來決定一個新的渣男榜 首先有兩個人要留下來 成哥你是逃不了的 還有藤井東迷抱歉你也是 至於明海跟土劍可以先下去了 有的罪行親吻有的完全就是冤難啊 不屬於這個位置 空出了兩個而我們又該頒給誰呢 第一位我強力推薦 出租女友的河野這位就大家都有概念吧 前期廢得要死不說 後期眼看就可以蛻變成長 卻中了公道履歷的黃金體驗陣魂曲 無限的在喔我看開的跟喔隨緣兼兜圈子 至於第二位我覺得要給夜神月 就感覺要有一個是真的邪惡的人物吼 會屢次靠女神來達成目的 而且在我印象中紮到間接導致 女神死亡的應該只有他而已吧 所以呢咱們的新四大渣男就是 夜神月、河野、成哥以及藤井東迷啦 但俗話說得好四大天王有五個人是很正常的 而且說真的這一個人沒有在原本的榜裡面 我覺得實在是天理不容吼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哲樂者 網民們友善的將他稱為萬惡的根源 就像是漫威宇宙的NICK FURY一樣 一手孕育的Overflow 擊下一整個MOTHERF**的宇宙 括號 武力 這個人到底幹出了什麼勾當 我不敢講 因為我怕就算是我直接畫面全黑 所有名詞代換掉 那個違反倫理的程度 還是會直接讓整部影片被BAN掉 簡單來說 哲樂指就是鬼師的情況啦 開頭是鬼師後面是鬼父 後續的作品他幾乎都是以主角的爸爸這個身份登場 哇塞 完全是以行動在落實Clanet的最後一集的思想 我得說當你仔細去看哲樂家的族譜 那特定幾個名字 一路從上面到下面不斷出現的頻率 是認真會讓你看得頭皮發麻 太可怕了 只能說在哲樂指面前連成哥都只能叫一聲爸爸 好那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是錦川儀 各位覺得以上這幾位誰最渣呢 為什麼歡迎踴躍留言分享 成功分享之後 你也可以截圖傳到我的臉書粉專 這樣你就有機會參與本次的抽獎活動啦 是的 紅犀牛爸爸贊助獎品 一共有三套 抽給三位幸運兒 內涵出白之星 排球妹 珍奶妹這三款商品 你家潤滑液和保養組 再重複一次 以上這幾位 誰最渣 為什麼 留言告訴我 截圖私訊粉專 就可以啦 好我是錦川 又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有數字幕的建議 有數字幕的開放 我們下部影片見